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停地绕圈子 他补充说 其实不必这么折腾 我们找到的水井和撒拉沙漠里的水井不同 撒拉的水井只是在沙厘里挖个洞 这口井倒像是村庄里的 但这里没有村庄 我想我肯定是在做梦 真奇怪 我对小王子说 这里什么都有 露露 水桶和绳子 他笑了 然后抓着绳子 转动露露 露露 像是被风 遗忘了很久的古老风向标 你听 小王子说 我们叫醒了水井 他正在唱歌 我不想累到他 让我来 这对你来说太重了 我慢慢地把水桶伸到井口 我仔细地把水桶放好 露露的歌声在我耳朵里唱响 我能看见阳光在水面荡漾 我好想喝这水 给我喝吧 我终于明白 他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 我把水桶抬到他嘴边 他闭着眼睛喝了水 他像节日般甜美 这水确实不是普通的饮料 他来自星空下的跋舍 露露的歌唱 和我双十的力量 他就像礼物 对心灵是有益的 在我小时候 正是圣诞树的灯光 紫叶弥撒的音乐 以及那些温馨的笑脸 才让我收到的礼物 充满着光辉 你这里的人 小王子说 会在花园里种五千株玫瑰 却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去找 然而 他们要寻找的东西 也许就藏在一朵玫瑰 或者一点清水之中 是啊 小王子又说 但眼睛是看不见的 应该用心去寻找 我喝了水 我的呼吸变得顺畅了 朝阳出声 把沙地 敲成蜂蜜的颜色 我也很喜欢这种金黄的蜜色 可是 我为什么觉得很悲伤呢 你一定要实现你的诺言啊 小王子轻轻地说 他又在我身边坐下 什么诺言 你知道的 给我的绵羊画个嘴套 我要为我的花 负责 我从口袋里 把前面那些画的草图拿出来 小王子看到之后 哈哈大笑地说 你 你的猴面包树 画得像卷心菜 啊 我原本还以为 我的猴面包树画得很好呢 你的狐狸 他耳朵 看上去有点像羊角 而且画得太长了 他说完又想 你不公平啊 小家伙 除了肚皮敞开 和肚皮壁上的忙生 我什么都没画过 哦 画得算可以了 他说 小孩子能看明白的 于是 我用铅笔画了个嘴套 但递给他时 我的心情很沉重 你到底 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但他没有回答我 他说 你知道吗 我落到地球上的日子 到明天 就满一周年了 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又说 我当时 就落在这个地方附近 他脸红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觉得不对劲 然而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看来 我遇到你那天早晨 就是一个星期前 你在远离人远的山漠里 孤独地行走 也不是偶然的了 你要回到 你降落的地方 小王子 还又红 我犹豫地问 也许 是因为周年到了吧 小王子 脸又红了 他总是不回答问题 但脸红 不就意味着 没错吗 啊 我对他说 我有点害怕 但他 拦住了我的话头 你该去做事了 你应该 回到你的机器那里 我就在这里等 你明天傍晚再来吧 但我很担心 我想起了狐狸 如果让自己被驯滑 就难免会流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